开局的这种防守反击特别的凶 很多场次的开局都是靠这种 全场的防守和逼抢 靠对他主要进攻的方式之一 没有选择打直接给到连指 这下的对抗裁判没有表示 但随即陈英俊打进 这个最击溃的盼子 说明了他们长时间在一起打球的默契 一节比赛结束之时究竟是领先还是平局 现在结果似乎剩下两个了 呼进来也还打进啊 两队 还是给到哈斯 坚持打那些 而且梁忍队的防守也非常的有 而且两次出手都是用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甲头真传 稍微烫手了一点 但是哈斯 梁俊 由着轩来防 第一个机会应该投了 这下不见得比之前再好了 哇 压秒 有点像梁忍队的方式 看篮下 有点像梁忍队第三节节目的方式 看到的 鹏哥熟悉吗 过墙了 这下啊 这个失误突然直接来到了 呃 还给的关键 是六分三十二秒钟 三十三分六个篮板六四周公 在他的上场 有点撞墙了 跟出来之后再看陈英俊打进 有点诡异啊 就回来 还是时间 现在呢 打进时间也挺紧张 打进啊 哎 哦 又回放 辽宁队已经是换上了 另外 加发重